《大仙之书》 《大仙之书》只是因为比较长,不过耶利米也是以色列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一般人不喜欢读耶利米书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一卷《仙之书》篇幅很长,一共有52张之多,仅次于以赛亚书的66张。 《仙之书》比较起来比较短,只有48张,但是《大仙之书》的顺序是照时代和长短来安排。 所以以赛亚书排第一,这卷书最长,再来是耶利米书。 《仙之书》最短排最后,但是也算长的。 传说耶利米到过南爱尔兰,稳了布拉尼石头,所以他才会变得能言善道。 不过耶利米确实发了很多预言,在很长的期间内不断发出预言,所以这卷书里面有很多预言。 这是读耶利米书的第二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这卷书很长,四十几年的讲道集中在一卷书中。 第二个困难是没有顺序可言,没有时间或者是主题的顺序,只是把全部的资料集合起来放在一起, 把他讲过的话或者做过的事挑重要的记载下来,所以没有什么特定的顺序,因为他传到四十几年。 他的态度一直随着情况在改变,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很喜欢挑耶利米书中的矛盾, 比如耶利米早期的时候很反对巴比伦,把巴比伦骂得狗血淋头, 但是他后来却建议百姓臣服巴比伦,说这么做对他们有好处。 所以有些人说耶利米是个政治叛徒,一般人不喜欢耶利米书的第三个原因是他读起来叫人沮丧。 从耶利米这个名字衍生出至少两个英文字,你可以说某某人是耶利米, 代表的意思是这种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很悲观,不管什么事老往负面下。 另外一个字是比较少用的,是一个文学用词,Jeremiah的意思是哀伤的诗,哀歌。 所以可怜的耶利米给人负面的印象,总是报坏消息,没有好消息,其实这种印象是不对的。 他也报告好消息,除了乌云之外,他也带来阳光,可惜他的名字给人留下悲观的印象。 但是耶利米书很吸引我们,虽然这不是旧约圣经中最受欢迎的一卷书,我个人特别喜欢这卷书。 你若问我圣经上哪个人物最让我感同身受,我会说是耶利米。 在座有人听我讲解过这卷书,我当时两度中断讲道,因为每次都讲得太激动,以致没有办法再讲下去。 其实就是在那个系列的讲道中,我领受到预言, 上帝要我离开当时的教会,出去寻回讲道。 所以,这卷书对我意义重大,我期待再度研读耶利米书,这卷书表达出许多人性。 它表露情感,还有内心的挣扎,远胜过其他先知,你可以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体会他的感受,看出他的个性。 这卷书也表达出许多神性,因为里面对上帝的描述很多。 说,研读耶利米书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上帝。 这张表上列出了我今天要讲的大纲。 我要先谈他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所面临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历史。 然后,我要谈耶利米这个人,谈谈他的背景,怎么样造就他这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深受背景影响。 我们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我们的背景和祖先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景况。 然后,我要再谈他用什么方法来传达上帝的话。 他不只是用嘴巴传话,他还用别的方法。 耶利米擅长演戏,他经常把预言演出来,用墨具的方式把预言用行动演出来,让人记住他的信息。 另外,耶利米也用写的,当他被禁止说话的时候就把预言写下来,他说你不能阻止我写下来,还好他有一个好朋友巴露,这个人的文笔很好。 巴露帮他写下那些预言,即使被王撕个粉碎,然后丢到火里烧掉,巴露会再重写一遍。 还好有巴露,否则就不会有耶利米输了。 所以,耶利米不但用口传讲,也用演戏和文字传达,再来要看他的信息。 他的信息分成两个部分,有一部分的信息很类似弥迦和以赛亚的信息。 但是,耶利米的信息有三方面,跟其他先知截然不同,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看看这几方面。 然后,我也会谈到他受到不人道的对待,他遭到非常残酷的对待,为他的信息吃了很多苦。 因为这个因素使得耶利米很不快乐,犹太人称他为哭泣的先知。 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会来看看耶利米哀歌,因为那卷书是耶利米流泪写下的。 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耶利米为耶路撒冷流泪。 以上是我要谈的大纲,现在我们就一一地来看。 当时是西元前七世纪,离南方二支派的末日不远,当时北方的十支派早就被亚树捕去了。 上帝的百姓只剩下耶路撒冷附近的两个小支派。 以赛亚死了,弥迦死了,耶利米是最后一个向以色列百姓传讲的先知。 他说,即使到现在都还来得及阻止这大祸降临,但是如果你们还是不肯改变,大祸必要临头。 耶利米他出现的正是时候。 北国已经灭亡,南国即将灭亡。 南国有过几个好王,但是也有几个坏王。 耶利米一生经历了好几个王,因为其中有很多都是坏王,所以不停地改朝换代。 耶利米他一生经历了七个王。 他在马拿西做王的期间出生,马拿西把以赛亚放在中空的树干中拒死。 这个可怕的王甚至还把亲生的婴孩献给魔鬼,让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流满无辜人的血。 那就是马拿西。 马拿西做王期间,有两个男孩在同一年诞生。 其中的一个是王子约西亚。 另外一个是先知耶利米,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再来是亚门做王。 在他短暂做王的期间,耶利米和约西亚年纪都还小。 后来约西亚八岁就登基做王,他是个好王。 他在圣殿执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在一个老旧的柜子里找到生命纪的经卷。 这才晓得上帝的咒诅已经临到他们的土地和百姓。 他想要改革可惜没有成功。 耶利米和约西亚同时代,但耶利米在当时没有说话。 耶利米书没有提到约西亚,猎王纪也没有提到耶利米。 耶利米仿佛知道王所下令的改革并不能改变人心。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其实里面的情况毫无改变。 难怪约西亚和埃及打仗在哈米吉多顿被杀以后,继位的都是懦弱的坏王。 最后的四个王可以说都是又坏又懦弱。 耶利米的信息大多是在这四个王期间传讲的。 虽然他给他们最后一线希望,但是他的预言大多是讲到约西亚的改革太少又太晚,整个情况已经绝望。 所以耶利米他一面感到绝望为时已晚,可是一面又忍不住盼望。 即使他们现在才改过自新,上帝仍然会扭转一切。 从这个地方,我要直接带入耶利米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上帝吩咐他去陶匠家观察陶匠。 很多诗歌和讲章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根本就错得离谱。 我们常说,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求你按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动工。 仿佛是陶匠在决定要做成什么器皿。 但这并不是耶利米所学到的功课。 耶利米书十八章记载耶利米按上帝的指示来到陶匠家,在那里观察陶匠工作。 陶匠有个转轮用脚操作,他把手上一团泥土丢到转轮上,想做成一只美丽的花瓶。 可惜他手中的泥土不听话。 泥土不想成为美丽的花瓶。 于是陶匠就把花瓶揉成一团,重新丢回转轮上,然后把它做成了一只粗重的锅子。 上帝问耶利米,你学到功课了吗? 那团泥土为什么没有成为美丽的花瓶? 是陶匠的错还是泥土的错? 是谁决定要做成什么器皿? 答案其实是泥土在决定。 因为那团泥土不肯照陶匠原来的意思去做。 这就是耶利米的信息,完全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上帝是陶匠,他按自己的意思随便做出器皿。 完全不是这样。 上帝是陶匠,他希望把泥土做成美丽的器皿,但泥土却不肯配合。 上帝只好把它做成丑陋的器皿。 接下来上帝说,耶利米,我告诉你, 就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要我的百姓愿意悔改,走回正路,我仍然可以把它们做成美丽的器皿来盛装我的怜悯。 但是因为它们不肯改变,我要把它们做成粗重的锅子来盛装我的审判。 上帝这段话是在叫人吃惊。 上帝说,只要你们回心转意,我就回心转意。 上帝的回心转意跟人不同,上帝不会犯罪,但他会改变他的计划。 他的意思是说,他们若愿意改变,我就改变,他们若改变心意,我就改变心意,不降祸给他们。 圣经就是这样来形容上帝和他子民的互动关系,并不是完全由陶匠决定,要把泥土做成这种器皿或那种器皿,上帝定义要把泥土做成美丽的器皿。 但是泥土不肯配合,上帝就把它做成丑陋的器皿,上帝还是会使用这个器皿,但他会用它来彰显他的公义,而不是怜悯。 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我们身上,他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但泥土也可以决定想要成为什么器皿,这是这幅图像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上帝随意决定要把泥土做成什么器皿,上帝要我们跟他合作,要我们回应他,只要我们愿意合作,他会为我们量身定做。 但是我们要是不愿意合作,他会把我们做成用来显明他审判的器皿,泥土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这是耶利米从上帝领受的信息,你明白了吗? 接着他学到第二个功课,那只丑陋的锅子在烧烤以后变硬了,再也无法改变形状。 他只好把这只硬锅子带到心嫩子骨这个垃圾堆去,把它摔破,扔进心嫩子骨。 意思就是,当你的心刚硬到无法改变的时候,无法变成美丽器皿的地步,上帝就会打碎你,明白了吗? 这记载在耶利米书十八和十九章,帮助我们深刻了解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上帝定义在你身上塑造出美丽的生命,只要你配合他,他就会这样做。 要是你不肯配合他,他就会烧烤你,使你变硬,变成丑陋的形状,然后把你打碎,再把它扔掉。 这是个很重要的功课。各位,这几个王都很懦弱,把国家治理得越来越糟,但是耶利米在这里给了一线希望, 即使到了最后这个地步,你如果悔改,上帝就会改变心意,不降祸下来。 所以耶利米不止传讲负面的信息,至少他说还有一丝希望,但是老实说,当他向百姓传道,看见他们的反应, 他知道,其实已经没有希望了。 这就是他当时传道的历史背景,情况是非常的恶劣。 西底加是最后一个王,他被巴比伦掳去。 巴比伦人在他面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然后挖出他的眼睛,把他带走。 这是上帝百姓的悲剧下场,但不会永远如此。 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这个人,他在马拿西做王的期间出生, 他的名字非常不寻常,耶利米。 这个名字的前一部分有建造和拆毁两种含义。 这个西伯来字有两种含义,就像Race这个英文字,可以指建造,也可以指拆毁。 这个西伯来字也有双重含义,可以是拆毁,也可以是建造。 这正是耶利米蒙照要做的两件事,上帝说我要呼召你去建造和拆毁。 这个名字的后半部亚,亚这个字指的是上帝,所以耶利米这个名字意思是上帝建造和拆毁。 这是耶利米四十年传道的重要信息,上帝拆毁背逆他的人,建造顺服他的人。 他是塑造泥土的陶匠。 耶利米出生的地方在亚拿图。 我曾经在那个小村中的一户人家待过几个晚上,在平坦的屋顶上读耶利米书,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后来我想从克尔特干谷下来走到耶利哥,他们阻止我,叫我不要这么做,因为太危险了,那里有政治冲突,下面有很多人喝枪食弹。 可是,我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向我说话,我就知道我要去,因为上帝说我会跟你同去,你到哪里我都会保护你,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出发了,也许我这样使用圣经不对。 耶利米还在母妇中就被指定要做先知,跟母妇中的施洗约翰一样,胎儿不是无生物,他是一个人。 耶利米还在母妇中就被指定要做先知,要知道施洗约翰在出生以前三个月就已经开始侍奉,他的侍奉是为了指出弥赛亚。 他母亲以利沙伯怀他六个月时,弥赛亚的母亲一进门,施洗约翰就在母妇中雀跃,所以堕胎是杀死一个人。 耶利米出生了,他的个性胆怯,敏感又害羞。 耶利米他是以利的后代,这表示他不能活到老年,因为当年那个咒诅一直传下来,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全在中年之前就死了。 如果他要侍奉四十年,上帝可得早点呼召他出来传道,十几岁就得呼召他。 果然没错,耶利米大约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传道,他一开始很紧张,如果你十七岁就蒙照,你不会紧张吗? 叫你站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大声谴责伦敦的罪恶? 有些年轻人似乎胆子很大,不太会紧张,但是耶利米当时真的很紧张,所以上帝叫他别怕那些脸孔。 传道人如果很紧张,就会对着天花板,或者闭着眼睛讲道,但是真正的传道人应该看着大家的脸孔,不要怕台下的脸孔。 有些传道人是对着时钟讲道,我看过这样的传道人,但是上帝说你要看着他们,不要怕他们的脸孔,我要使你成为坚固的铜墙。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怕他们的眼神。 好生动的呼召。 后来耶利米被迫离开家乡,因为连亲人也想害他,他就搬到三里外的大城市耶路撒了。 耶利米热爱大自然。 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坐巴士经过该撒利亚,那天让我印象很深刻,天空因为布满灌鸟而变暗。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的灌鸟。 欧洲的灌鸟都是经过以色列然后迁移到非洲,当时天空布满了灌鸟。 他们知道向南非的时候到了,就展开他们的旅程。 耶利米书八章也提到这个,灌鸟知道何时该迁移,我的百姓却不知道。 耶利米热爱大自然,常用自然界的事来说明,尤其是用鸟来说明,我想他是个鸟类专家。 耶利米一共传到四十年。 跟哈巴谷,西藩亚,以西捷,还有戴伊里是同一时期的人物。 巴比伦人来入侵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先警告同胞不要反抗巴比伦人,要投降跟他们走。 所以巴比伦人对他有好感,但以色列人都恨他。 这是一种求和政策。 一般人不喜欢这种做法。 所以巴比伦人来了以后给耶利米一个选择。 第一是跟同胞一起去巴比伦,第二是留下来。 从这个选择,可以看出他被众人孤立。 因为他不喜欢巴比伦人,偏偏同胞也不喜欢他。 其实他最后去了埃及,有几个犹太人强行带走他,把他带到尼罗河那里的巷岛。 约贵曾经被搬到那里去。 此时可能在伊索皮亚,但是约贵在巷岛待了一段时间,在尼罗河那里。 耶利米就在那里过世。 孤单地死去。 很悲哀的一个故事。 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的传道方法。 他是用口传道,他的讲道大多是诗的形式。 希望你的圣经在印刷上把诗和散文区分开来,因为这很重要。 诗的句子短,中间有许多空白。 散文则像报纸上的专栏,每一行都写满。 当上帝用散文表达的时候,是从他的意念,向你的意念传达他的想法。 但是他用诗表达的时候,则是从他的心,向你的心传达他的感受。 因为诗最能够传达感受,是一种内心的语言。 耶利米的预言大多是诗,当他改成散文的时候也很重要,是在传达想法。 当你在圣经上读到诗的时候,应该就要问,上帝要传达什么感受。 读到散文的时候就要问,上帝要传达什么想法。 可惜,有太多人以为读圣经只是在了解上帝的想法。 以为圣经是一本理性的书,其实圣经是一本充满感情的书。 有个圣经译本最能够传达出希伯来原文的感情, 就像威尔斯语是一个充满了感情的语言一样。 专家公认这方面最好的译本是《当代圣经》。 这个译本对上帝的感受译得最准确。 他对上帝的想法不见得译得最准确, 但是他对上帝的感受译得最准确。 所以我们当初是用当代圣经一口气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不但触摸到理智,也触摸到感情。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上帝也有感受。 耶利米是用口传道, 但他是用诗的形式,所以比较容易记住。 但最重要的是诗能够传达上帝的感受, 上帝在告诉我们他心中的感受。 耶利米感受到陶匠的失望心情, 因为陶器不肯配合陶匠做成美丽的器皿。 上帝感到深深的失望和难过。 他多么希望把以色列做成美丽的器皿啊。 耶利米的街头演出也很精彩。 他用表演的方式生动地传达上帝的预言。 他把一件又脏又破的内衣埋起来。 别人问他为什么埋这么一件破烂的内衣? 他就说明原因。 这表示你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 但别人看不出来。 就像破烂衣服埋在地里一样。 他又在脖子上套牛背上的饿, 在街上行走象征重担。 先知以赛亚也做过同样的事。 他有一次在耶路撒冷街上裸奔, 说明上帝要剥光百姓的衣服。 我很高兴上帝的做法不会重复。 后来, 每个耶路撒冷人都在变卖家产。 因为他们知道巴比伦人来, 所有的东西都不值钱了。 耶利米却反而买下那些东西。 精明的生意人通常会这样做, 像是甘乃迪总统的父亲在股市崩盘的时候反而进场买股票。 犹太银行家罗斯查德也是同样的做法, 有些人很有胆量知道什么时机进场最好, 别人纷纷想要脱手。 当时的耶路撒冷就是这样, 耶利米买下了一块他的亲戚的田地。 这亲戚可是急着想要卖掉, 亲戚说你不该买下来, 将来会不值钱的。 耶利米说不会的, 这是我未来的投资。 因为上帝告诉我, 我们会从巴比伦归回, 所以这是很好的投资。 他用行动来传达信息。 我想到1948年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阿拉伯家庭, 当时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在变卖家产, 从犹太人的银行把钱提出来好逃到海外, 他却把所有的钱存入犹太人开的银行, 因为他相信上帝要把那块地还给犹太人, 他要把钱存在安全的地方。 我去过那个阿拉伯人的家, 他有五个儿子都是传讲福音的传道人。 他的信心在哪里, 钱就放在哪里, 这正是耶利米的做法。 他藏石头, 把书卷丢进柏拉河里, 头上顶着瓦罐在城里走来走去, 这原本是妇女的工作。 这些行为都很惊世骇俗, 所以他不但用口传道, 用表演来传道, 也用写作来传道。 他所写的信息流传多年, 如今到了我们手中。 巴露是上帝国度中一个默默耕耘的小人物。 他其实并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但是他是许许多多人能够听到上帝的话。 上帝给默默耕耘者的奖赏, 多过在众人面前侍奉的人。 这是上帝的做法。 当年耶利米就对巴露说, 不要为自己求大事。 巴露并没有为自己求大事, 他知足地写下耶利米的信息四处散步。 如果不是这样, 耶利米的信息可能早就失传, 有这样的人真好。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要为帮忙录影的专业团队赞美主, 因为他们忠心传播上帝的话, 他们在幕后默默工作, 别人看不见他们的辛苦, 但他们用自己的专业 把上帝的话传播给许许多多的人。 上帝在暗中看见的事, 必要在明处奖赏。 现在来看耶利米的信息。 他有很多信息和其他先知一样, 如果你接二连三地读先知书, 会觉得很枯燥, 都在讲同样的事, 拜偶像、淫乱、不公不义, 同样的败坏, 先知看见的事都一样, 看见这个国家的败坏。 上帝的百姓只剩下小小的两个支派, 整个耶路撒冷城暴力横行, 小孩子不能在街头玩耍, 老年人不敢出门, 这是同样的负担。 耶利米他的信息当中有四个重点, 跟其他先知书一样, 都在讲同样的事, 信息非常类似, 我相信一定有人对耶利米说, 这些话以前就有传道人说过了, 耶利米说, 没错, 可是你们并没有听啊。 有趣的是, 弥加讲过的话竟然救过耶利米一命, 你们应该去读读那个故事。 耶利米讲的是同样的信息, 有一次他差点要被处死, 有人说, 可是弥加以前也说过这些话。 我们应该听耶利米的话, 那次耶利米就这样逃过一死。 这里有四个重点, 第一,百姓背离正道。 他们彻底败坏, 败偶像和淫乱是两大罪行。 这些百姓, 他们在心嫩子骨献孩童为绩, 他们膜拜异教邪神, 把偶像引进上帝的圣殿, 上帝曾经命令他们不可造偶像。 他们的生活腐败, 婚姻破裂。 但是耶利米的信息主要是指出, 谁必须为这些过错负责。 第一, 是先知。 耶利米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自称是先知, 传达的却是不合神心意的信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二十三章记载, 他严重抨击那些假先知。 他说, 你们并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 听见上帝说话, 你们的话都是互相抄袭。 这些话是你们杜撰的, 你们专讲百姓想听的话, 说什么平安平安, 其实根本没有平安。 你们说别担心灾祸不会临到, 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 你们竟然敢说, 这座圣殿可以保障你们的安全。 你们早就把圣殿变成一个贼窝了, 是不是很耳熟? 各位, 耶利米他要说的是, 不要自以为你们是上帝的百姓, 就不会受审判。 现代人也是如此。 我有一本书叫《地狱之路》, 里面就指出, 耶稣有关地狱的警告, 大多是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听的。 可惜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根本就不怕地狱。 他们认为基督徒不会下地狱。 耶利米当初要纠正的正是这种心态, 别以为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就可以避掉审判, 别以为审判只会临到别人身上, 不会临到我们身上。 保罗就提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将来都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我们因信称义, 但是还是要因行为受审判。 所以耶利米说, 这些假先知跟祭司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这些节庆都是他们在安排的。 他们竟然在圣殿中举行其他的宗教仪式, 举着包容的旗帜。 现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到处都有人相信 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 条条道路通上帝。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会听到这种教导, 当时的祭司就支持百姓那样做, 另外耶利米还说那些王也要负责。 耶利米说, 约亚金王死的时候将没有人哀悼, 并且他会像驴一样地被埋葬。 果然没错, 约亚金王死的时候无人哀悼, 也被当成动物死尸一样地埋葬掉。 讲这种话很不容易, 不是吗? 他说, 西底加懦弱, 摇摆不定, 只是政客的傀儡, 没有统治者的样子。 我越读这些预言, 越觉得好像是在 读昨天的报纸一样。 今天我们的国家真的需要从上帝来的这种预言。 这些百姓离弃了政道。 耶利米用了很多性的比喻, 有些比喻十分淫晦, 因为他看百姓背叛上帝去敬拜别的神明, 就像妻子对丈夫不忠去跟了别的男人。 这是耶利米最大的不满, 第一个使用这个比喻的是和西亚, 但耶利米也用这个比喻, 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是上帝的妻子, 现在却去追随别神, 这比不忠的妻子好不到哪儿去? 很生动的比喻, 面对这样一个不忠的妻子, 上帝的感受会如何呢? 如果你有过这种悲哀的经历, 就会了解上帝的感受。 耶利米还对百姓说了一句重话, 他说, 你们的脸皮已经厚到不会脸红的地步了, 一点都不会脸红, 毫无羞耻心, 良心完全不会不安。 上帝说, 我已经和北方十支派离婚, 你们也要我跟南方二支派离婚吗? 这是不忠的妻子应得的后果。 耶利米和其他的先知, 类似的第二个信息是即将来到的灾祸。 他说, 上帝必定信守诺言, 惩罚你们。 上帝当初给以色列两个承诺, 只要你们顺服, 我就赐服你们, 你们要是背逆, 我就咒诅你们。 上帝施行惩罚, 因为他言出必行。 那是上帝的信实。 大多数人以为上帝的信实 就是不断赐服给我们, 其实他的信实也同样地会表现在惩罚上。 摩西歌颂上帝说, 他是信实公义的神, 所以上帝会信守承诺, 他必咒诅他们。 耶利米的预言很具体, 他说危险将来自北方, 但并不是掳走石之派的亚树, 而是巴比伦。 但是他们仍会从北方入侵, 危险不久就会来到。 他在异象中看见一根杏树枝突然开花, 这是春天的预兆, 他说就像杏树枝突然开花, 巴比伦人也会一样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突然入侵。 各位, 接下来第三个主题是最后的重建。 虽然他们会有悲惨的命运, 但是他看见国家被重建。 而且耶利米也看见 他们必须喊上帝另立新约, 因为摩西的旧约不管用。 他也发现这是因为律法是写在外面, 不是写在心里。 律法是写在石头上, 但需要写在心里才有用。 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里 有一段旧约圣经中最美的预言, 这段经文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这是犹太人的约。 上帝说, 这新约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要把律法写在人心中。 好叫每个人都认识我, 不需要别人教, 他们就会认识我。 用心灵来认识我, 我会赦免他们,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 这是上帝最动人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忘不了自己的罪, 罪永远如影随形。 我们很难原谅自己, 因为我们忘不了自己的罪。 但是上帝饶恕我们以后, 就会把那件事忘掉。 上帝可以控制自己的记性和忘性。 只要是上帝饶恕的事, 他就会彻底忘记。 有一天晚上, 聚会结束后很久, 我回到教会, 却看见一个老太太 独自坐在前排痛哭, 我去坐在他的旁边, 问他说, 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 我三十年前犯下一个大错, 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 一定会跟我脱离关系。 如果我的朋友知道了, 一定会跟我绝交。 这三十年来, 我一直祈求上帝饶恕, 但他没有饶恕我。 我说, 你太傻了。 你三十年前 求上帝饶恕你的时候, 上帝就饶恕了, 而且早就忘了这件事。 这三十年来,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说, 我不相信。 我就带他看了一些经文, 尤其是耶利米书。 上帝说, 我不再记住你的罪。 我说, 上帝早在三十年前 就已经忘了这件事, 问题是你无法饶恕自己, 因为你忘不了这件事, 所以我们很难饶恕别人, 因为忘不了他们的过错, 但是上帝会忘记。 那个老太太明白了真理以后, 就高兴地站起来跳舞, 我最喜欢看那种舞了。 远比灵恩派的两步舞有意义, 他高兴地手舞足道, 我就坐在那里看, 他应该有六七十岁了, 他真的跳起舞来, 我就坐在那里看, 他高兴地手舞足道。 因为上帝已经忘了这件事, 所以将来有一天你见到上帝, 如果你说, 主啊, 我很后悔做了某件事, 上帝会说, 你做了什么? 我根本就不记得了, 是不是很奇妙? 那就是饶恕。 这是上帝要和以色列家, 还有犹大家所立的新约, 他要忘记一切的罪, 把他的律法写在人心中, 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他, 清楚地认识他, 根本不需要别人, 教导他们认识上帝, 很美的一个应许。 上帝的儿女最后要得着重建, 而这个应许, 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应验, 他拿起饼汉杯, 叫门徒喝, 说这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 我们先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